OK 那这个是 这段算是个小时效果 补充就是像这种作者 的快速制作 其实 这 制作了一个alpha 好 就这样 当然 这种作者你要做很多组 不然 他看起来都一样 那 好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东西怎么做 首先 Document New Document 还没 这边的Pro关掉 我大概要 512乘512的大小 跑掉 512乘512 然后Resize 就正方形 好 然后呢 我们需要用的笔刷是 这个 因为他会画出球 好 所以是一个2.5D立体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开始画 好 当然这个 需要顺顺的话 对 OK OK 大概这个样子 就这样 好了 然后呢 要换这个笔刷 就是 其实就是Photoshop的那个 手手手 手指笔刷的意思 然后可以用这个来 做一点修饰 长一点短一点或者细一点 那当然不要弄到扭曲的 太夸张 感觉这里还要扶一笔 OK 好 那这样子是完成了 嗯 皱褶的笔刷样式 接着要选的是这一个 嗯 放哪去了 这个 mrgp z grabber 就是m 材质 rgb z轴 的 截取 抓取器 好 那找到 大概看一下这个在正中央 Click drag 按着shift 它会正方形出来 嗯我抓太上面 那这时候按住 不能移动 Ctrl加spacebar好像可以做一点调整 可是 它是斜着跑 不好 再来一次 那这 Shift 放大 差不多这个大小 OK 放开 那这就是我抓到的 阿法 那这个阿法就可以把它做 存大 好 那我就有一组新的 所以又可以再开一颗球出来 应该说直接new new掉 那再开一个 按着好 好 那Ctrl D Ctrl D Ctrl D加免数 该印章 这是我刚刚做的 这个 好 那就会形成 皱褶 直接 就有这个 皱褶可以用 那你多做几组 这一组 对 好 那他就有变化 但 要再做出一些不太一样的 长相 那就 非常非常方便 做 你作者的应用 就不用自己掉了 要死要活 好 但 这也不是说只靠 就是不靠 笔刷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 手动的 可能要做一点强 话 也许用 SK的brush 做一些 描绘 描绘 先降面数 比较好控制 这样子比较好评 Smoose化 强化 强化 滴滴滴上去 OK 那这样子 我想对头绪来的 如果你需要做 皱褶来讲 应该 难度相对就低很多 如果需要一个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的表现 这个皱褶看起来 这个样子就很 很漂亮 很顺 而且 因为是 盖印章 所以 其实已经拉起来了 在这边都还能够做 方向 找一下 还是能够做 这个操作 OK 好 那这是一个 简单的补充 使用的是一般笔刷 去制作 如何做出笔刷的方法 OK 我可以做出笔刷的方法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笔刷的方法 这边都可以做出笔刷的方法 我们可以做出笔刷的方法 为一切 它是设定的方法 都可以做出笔刷的方法